各位海内外的中医同道,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3日,星期六 又到了我们英伦性灵医化的第27期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位于比利时的王仲斌教授 另外一个是我们英国的孙颖教授 那么这两位教授都是具有多年的临床经验 都是有40年左右的临床经验 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在中医一届 讲有盛名 对于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也都很有体会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谈一谈中医的食疗 题目是漫谈中医食疗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说随便谈了 可能不是很,没有必要很细统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主要是说一说这个食疗 食疗呢,我个人认为啊 在中医当中是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中医呢,在很多的慢性病 具有很大优势 那么这些慢性病的治疗当中呢 如果是吃中药 有些情况是需要常年的治疗 可以用药,但是呢,你不管是汤药也好 丸药也好 很多人呢,很难坚持这样 每天熬汤药 坚持一个月几个月可以 常年的话也很难做到 那么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药 放到他的饮食当中去 经常在煲汤啊 做粥啊 这样的方法 那么因为人一天三顿饭 是少不了的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药物 加进去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治疗的这个持久 就可以达到一个持久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呢,古人也讲 药补不如食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很多的病呢 属于一种比较轻微的病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讲 叫亚健康状态 不是很重 也没有必要 长期吃汤药啊 或者是碗药 往往就是吃着一点食疗 也能达到满意的疗效 所以呢 一些长期的慢性病啊 亚健康状态 有些病人是无法这个常年服药的 那么我们把药物加进去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有必要啊 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的一个优势之一 所以呢 但是很多病人的对于怎么样施疗 如何施疗 怎么样吃 就是有很多疑问 我在看病当然 在过程当中啊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我在广东啊 做了十多年的医生 那么在广东工作期间呢 广东人呢 特别注重食疗 所以他在看完病之后呢 你给他开了厨房 他总是要临走之前 要问一下 一个问题 最常用的当然是借口 这个我吃着药有什么借口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平时包汤放在什么 所以这个在这个 在广东一带啊 那个患者非常重视这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患者啊 有一个饮食的指导 还有一些 有那些病呢 就是食疗 直接就给他开食疗的厨房 让他如何食疗 所以呢 我们我就觉得讨论一下 这个食疗啊 这个话题 在心灵硬化当中啊 也是一个科普 对我们的患者来说 也是一个科普 也给他们 以后再遇到这个问题 就请他们看这个录像 那么 就是以后大家就知道 怎么样包汤 其实包汤啊 这个食疗啊 也是要辩证的 因人而疑的 不是说一个方子 就适合于所有的人 跟我们开送药是一样的 还是本着辩证 辩证食疗啊 什么样的体质 吃什么样的食疗方啊 所以呢 这个人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 我呢 就开始呢 就先简单说这么多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两位嘉宾 看看哪位先说一说 我先说啊 好 那我先说啊 因为最近事情多 这个简单的准备了一下 中医食疗 实际是一个非常这个 话题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从中医的角度 讲食疗呢 那么我认为呢 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 营养食疗 一个呢 就是治疗食疗 营养食疗呢 就是有病没病 我们都在营养 就是方面 加一些中草药 在做食物的时候呢 根据情况 你缺什么 补什么 这个我就 没有 我今天不准备讲 这个营养食疗 那么 我主要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今天讲的是 慢性腰间盘突出 简称叫腰脱 当然有慢性就有急性的 我讲的是慢性的腰脱 就是慢性腰间盘突出 它的表现呢 主要就是 做骨神经痛 那么 我也就是说 做骨神经痛 在食疗上 是如何 用药 这个药 怎么包汤 这个技巧 而且呢 在临床上 我有 深深的体会 效果非常好 因为做骨神经痛呢 是一个常见病 多发病 和 很难治愈的病 所以在食疗上 如果我们要是 认真地去研究 和去 深入地去探讨 它有很广的价值 那么慢性 椎间盘突出 它分 我自己体会啊 它分几个型 一个是风湿型 一个是腰肌捞损型 再一个就是 老百姓讲 叫老寒腿 也就是寒性 因为慢性 这个做骨神经痛 一般都是腿痛嘛 有的痛的就是 严重的时候 都走不了路 为什么我要讲 这个病呢 这个病实际是一个 很难治的病 也是一个疑难扎症 虽然它不死人 但是很痛苦 那么主要呢 我讲是 做骨神经痛 因为其实腰脱 有很多表现 但是呢 我讲的呢 就是做骨神经痛 腿痛 它的特点呢 就是 做骨神经痛多年 一般呢 我讲的 我讲的 今天讲的呢 是具体的是 寒性 做骨神经痛 也就是 椎间盘 脱出 造成的 做骨神经痛 以寒邪为主 那么 它的特点是啥呢 就是 每年的 春 下 交界时候 就冬春 交界 就季节 交替的时候 或者是秋冬 交替的时候 或者整个冬天 它的症状 非常严重 每年 开春的时候 它就是 就会 加重 加重呢 一段时间之后呢 逐渐逐渐 减轻 夏天呢 就感觉 好一些 一入秋 天气 今天秋分 今天秋分 所以呢 就是说 又进入深秋了 这个寒邪 就 这个 袭扰的时候 做过神经痛 寒性 坐古神经痛 又多发 为什么要寒性 这个坐古神经痛 这个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 这种 这个寒性 坐古神经痛啊 其实非常多见 有很多 这个 坐古神经痛 有 急性 慢性 像急性的 一般都是 外伤性 那么慢性的 它就有很多 很多的 那你 就为什么 寒性的多呢 往往 坐古神经痛 也就是 腰脱呢 都有风湿 你看 70%以上 全都带着风湿 啊 一般的 你用风湿药 效果非常好 但是呢 它不去跟 不去跟 我有 这个 做过神经痛 的一个方子呢 很大 25个药 抓起来之后呢 药量也都 偏大 一锅药 所以呢 这个病人呢 不是很喜欢 啊 我有很多 这个 坐古神经痛 的病人 啊 就是说 哎呦 这一锅药 不愿意喝 能不能 想办法 就是给我 减轻一点 就是要 少一点 啊 后来我就是 逐渐逐渐的 我就开始 观察 和研究 我发现 就是这个 寒性 坐古神经痛 其实 你在针灸 治疗的情况下呢 你给它补一补羊 效果非常好 而且单位药 就能治病 啊 效果非常好 都能去跟 这个单位药呢 是补羊药 治疗 寒性 补羊药 我主要 今天讲什么呢 就是 两位药 一个是鹿茸 一个是肚咒 这个鹿茸呢 比较贵 比较贵 但是治病 啊 它是个贵荣药 它主要呢 是 呃 它的性味呢 是肝咸 温 啊 龟呢 肝肾两经 啊 实际呢 就像腰痛啊 坐古神经痛啊 治疗肝肾两经 效果还是很好 它的功效呢 就是 不慎阳 一经血 强劲 那么治疗呢 就治 肾阳不足啊 精血亏虚啊 胃寒之冷 阳美 公冷 女的呢 就是 就是公寒 啊 小便贫术 它的特点就是 小便贫术 下之良 啊 下之良 哎 这个特点 你 你观察一下 就是 坐古神经痛 寒性 白的 它小便贫术 它有的人就说 说 哎 不能喝水 喝点水 就是总上厕所 哎 它这个小便贫术 这是阳虚的表现 它有腰洗 酸软 耳鸣啊 这都是普通的了 那么 这个鹿绒 煲汤啊 一般来说 用量呢 不用很多 啊 就三到五颗 就可以 就三到五颗 一般的呢 我一般给五颗药 你看他 要怎么喝 有的都十年 二十年的 这个老寒腿 啊 你要是三颗 那有点不够用 我就给他五颗 五颗呢 让他呃和什么包呢 和羊肉啊 羊肉 包 鹿绒 啊 这个羊肉呢 其实你这个羊肉汤 放点鹿绒 这个单位要包汤啊 首先要考虑味道 就是有味道太浓的 就是不好喝的这种 要呢 尽量不要包汤 包汤呢 呃 就是味道不明显 你像鹿绒 没什么味道 啊 我就清水煮都可以 啊 但是呢 你要是喜欢包汤 你包羊肉 羊肉本身 就是补羊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 这个汤包出来 很好喝 啊 羊肉 油煎之后 啊 羊肉是很嫩的 不用时间 煮时间很长 啊 因为广东人 煲汤呢 就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呃 我认为呢 就是 煮那么长时间 可能是 因为这个 广东省 就是潮汁 焖热 啊 他所以 他说是要去热 啊 呃 那个包的时间长 那么我们现在是去寒 啊 你不用包那么长时间 就把肉 简单的煎一下 两面一煎 啊 这羊肉 任何羊肉都可以 啊 两面一煎之后呢 就 把汤 啊 放 放什么样呢 放两个里头的 开水 不要放凉水 因为羊肉啊 它是 有 三分 你用凉水 做 饱和 啊 开水 然后把这个 鹿绒 五颗鹿绒 往里一放 五颗鹿绒 不多 啊 薄薄的 片 煮 半个小时 羊肉也好吃 啊 啊 这个 呃 汤也好喝 啊 你多料 你像 啊 花椒 大料 这都是热性药 哎 你羊肉 是羊性药 也羊性肉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 啊 鹿绒 再加上花椒 大料 都多 啊 啊 两 两个 八角 啊 加上这个 很少量的花椒 这就可以了 姜片 啊 你看这都是热性药 然后最后 就是小葱花 加上香菜 一撒 放盐 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 盐最后放 因为盐放早了 这个羊肉硬 最后放 羊肉非常温 半个小时 你就喝 五百 五百 五百毫升汤 你是两个厘米 我让他 你是五百毫升 喝一次 啊 一次喝五百毫升 你一天可以喝两次 你也可以喝一次 那根据你自己的爱好 有的人喜欢喝 那你就多喝点 因为这个是个 是一个食物 啊 它不是个药汤 一点药的味道都没有 啊 当然 你看有的人喜欢不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这个大料的味道啊 那你就不放大料 啊 你不喜欢花椒的味道 你就不放 啊 什么都不喜欢 你什么都不放都可以 味道都很好喝 都很好 啊 这个呢 就是 治疗 寒性 啊 这个 这个 呃 做骨神经痛 水肩盆 输出 啊 用这个方 啊 我给大家呢 这个说一个病例 啊 这个病例呢 是 呃 是啥呢 是这个 一个 七十岁的一个女性 啊 女性呢 我看我这个病例啊 啊 这有个病例 啊 啊 这个 啊 这个 七十岁的 七十岁的女性 啊 她呢 就是 呃 做骨神经痛 八年 八年呢 就是 实际是她 就是近八年呢 就是做骨神经痛 就不好了 其实她以前也有 但是呢 就好好坏坏 她是有时候饭 有时候好 有时候饭 有时候好 但是呢 她岁数大了之后呢 她就 每年呢 就是长期的做骨神经痛 挺痛苦的 啊 她说 尤其就是冬天 因为就 因我嘛 潮湿 一到 那个天的时候呢 很阴冷 啊 她就说 腿痛了 都煮棍了 她说煮棍了 她说 实际 要是不痛的话 我不用煮 但是你说 就这个 做骨神经痛 她煮棍了 啊 煮棍了 你给她 这个 要是 吃这个 糖药呢 她说 哎呦 天 太 太 太痛了 太那个难喝了 她说 我不想喝 她说 你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说 那样吧 你喜欢 喝糖 啊 因为 喜欢喝糖 呢 你就 不能说 叫煲糖 就是单位药 这是汤药 但是呢 可以当 这个这个树 英国人叫树 英国呢 树跟咱们都不一样 它那里头全是菜啊 肉啊 或者是骨头什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汤呢 是药 煮的汤 很好喝 啊 然后她呢 她就按照我的要求 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方法 羊肉啊 你要是喝的少呢 你可以250克 羊肉 你要是能吃羊肉呢 你就500克羊肉 也可以 因为你这一锅汤 你能喝两天到四天 你要喝500毫升呢 一次 500毫升的话 你一天一次 你就喝四天 你要是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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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豪 两次呢 你就两天 喝完 完事 啊 那你就自己去安排 他喝了一个月啊 之后 他非常开心 他说点 哟 你这汤好啊 又能吃肉 又能治病 啊 你这个是啥药啊 因为他不懂 这陆荣是啥 他不知道 啊 他看小小木杂 他说你这是啥药啊 我说就是那个鹿啊 的耳朵 啊 完了脚 就切成片 啊 我说你看那中间的小孔嘛 那小孔呢 都是露血 啊 那都是露血 啊 就是实际露血是大补条 啊 给他讲一讲 他还挺感兴趣 啊 就是我这个呢 就是一个病例 啊 我是就是 常年治疗 咒骨神经痛呢 就是从大方子 变成小方子 最后呢 变成单方 啊 这个体会 给大家讲 啊 那第二个药呢 就是我讲的是啥呢 是肚中 就是这个补养药呢 我就是着重讲 一个是鹿绒 一个是肚中 肚中呢 比较温和 它不是大热药啊 它呢 也是龟肾 干 两斤 啊 价格呢 还不是特别贵 那个鹿绒 现在特别贵 我买的时候呢 是2020年买的 当时那个鹿绒 没那么贵 我一下子买了几公斤啊 吃到现在 就是我用到现在 最后现在就是 就剩一袋了 我都不卖了 啊 我开始用自己用 啊 我开始 我那个再回去 我再买 就相当贵了 啊 我都不想买了 因为太贵 本钱有点高 那也可以买一点 啊 买那个一公斤吧 呃 这个这是鹿绒 然后呢 我说肚中 肚中比较便宜 啊 相比来说便宜多了 啊 所以呢 肚中 可以常用 啊 它也是 补肝肾 强筋骨 安胎 尤其 这个女性 这个助食精通 用这个安胎 效果也非常好 啊 治疗也是肝肾不足啊 药性酸软啊 呃 那个 呃 它也是根据你看 看一看它是 呃 气虚啊 血虚啊 再补点 加点补气药 补血药啊 什么的啊 这这些呢 就是灵活运用 但是呢 走主体来说 主要呢 就是用单方 单方药 就是用这个 啊 我这个 这个 这个肚中呢 用量可以大 啊 它这个书上是 说10到15克 我一般都用到25克 那都中 我用到25克 因为都中 没有那么热 啊 可以多用一点 啊 鹿绒比较热 啊 用还是 就是保守一点好 但是那个 啊 其实热吧 就是说你 你用的过程中呢 你发现它热了 你就让它 放点那个 轻轻轻轻热的药 比方说像植木啊 或者是呢 植果地方汤 你植果地方碗 你就让它配着喝 它就轻轻热 啊 它这个热 啊 嗯 量 可以大 大一点 它 它 它 这包什么汤呢 包这个牛 牛骨头汤 啊 包牛骨头汤 当然羊肉汤也可以 羊排汤也可以 猪排汤也可以 但是呢 我认为那牛骨头汤好一点 它主要用的呢 什么上呢 就是那个腰肌老笋 人引起的这个 腰肩盘脱书 腰肌老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像那个 出租车司机 常年做的 这腰肌老笋 非常严重 然后呢 它就出现 做补神经痛啊 腰肩盘脱书 啊 我这有 有一个 这个 这个66岁的 这个 这个 男性病人 就是 啊 常年呢 他这个 这个 他有20多年 啊 这个 啊 腰肩盘脱书 他都做过手术 啊 他呢 就是 就是吃 吃中药 就说 说你 这中药 这太难吃了 嗯 那我就 想吃点 那个成药 他让我给他 有点成药 成药呢 我也给他一些 就是 毒活寄生丸呢 这效果也不错 毒活寄生丸 治疗 也是可以的 但是 呃 这个 不用多吃 不能多吃 啊 这个 因为他比较热 啊 比较热呢 就是说 啊 食肯指 食肯指 就键好 就停 啊 键好 就停 那么肚众呢 你就可以让他长期喝了 啊 我就给他 就是他吃 呃 成药啊 针灸 外服药都用 那这情况下呢 呃 最后 他就用 煲汤 啊 就是最后 我就长期煲汤 啊 我就用 让他 就是 煲这个 肚众汤 这个肚众呢 就是25克肚众 完了 加呢 牛骨 啊 牛骨头呢 你要是煲汤的话呢 就是煮的时间长一点 一个小时 啊 也是 两个厘米的水 你煮 一个小时 之后 你喝着汤 啊 就是基本的 煮的这个方法都差不多 啊 这个牛骨头汤 牛骨头呢 就是 就是 强腰嘛 嗯 强腰壮骨 效果也挺好的 啊 所以呢 就是 呃 我今天讲 这一个是 鹿绒 一个是肚众 其实还有很多 像燕阳火呀 这些炒药 也效果都不错 也又不贵 啊 所以这个 呃 这个煲汤呢 呃 我现在就体会呢 这个煲汤 呃 其实也是致大力 呃 真能致大力 啊 就是有很多 就是长期 病 慢性病 治不好的病 你就让他慢慢的 呃 这个煮汤喝 呃 他有耐心 而且他还喜欢喝 啊 你可以问他喜欢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 啊 喜欢羊肉 你煮羊肉 你喜欢牛肉 你煮牛肉 哎 就这样啊 啊 就就可以 给他安排 啊 所以呢 我就讲这么两个 点心药 煲汤 啊 这两个 两味点心药呢 都不 都没有什么 呃 其他不好的味道 所以煲汤呢 呃 适合煲汤 有很多东西不适合煲汤 啊 像一些虫类药啊 这味道太大的药啊 就不适合煲汤 但是像这这类药呢 煲汤没问题 啊 所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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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有效果 呃 大家可以试一试 呃 我就讲这些 好好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孙教授啊 呃 呃 他啊 呃 呃 可能对一些男性 男性的这个性功能 我估计也有好处 啊 对老年男性的保健 都有很大的好处 好 谢谢啊 下面请呃 王教授讲吧 王教授 好的 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好的 那个 刚才听到两位的这个介绍啊 深受启发 呃 我想呢 补充一点理论的 实料的理论的一些渊源的东西 啊 先补充一点理论的渊源 王帝瑞已经呢 在那个速问 四世调成 四气调成大论里面说过来 至故 圣人不治以病 治未病 不治以乱 治未乱 此之未也 夫 病已成 而后要之 乱已成 而后治之 皮忧 可穿紧 痘而助之 不亦晚夫 那么 古人呢 早就注意到了 就是 要治未病 治未病 也就是要 要预防为主 刚才 开头呢 那个 铁军呢 在组织的时候呢 说过 治未病的温馨 那么治未病啊 就是 在没有病的时候 想办法进行 调理身体 那么 这就让 食疗啊 食疗啊 中医的食疗啊 有了用武的机会 有了用武的机会 那个 那个 素问 藏气法实论里面 还指出 他说 五谷为养 五果为素 五畜为义 五菜为充 气味和 而复制 以补金 义气 那么食疗嘛 奶奶离不开 五谷 五果 五畜 五菜 但是呢 汉里男是要 气味和 什么叫做气味和 气 在这里指的是 印章指的是四气 味 指的是五味 也就是说 要符合我们中医的 四气五味 四气五味 而复制 以补金 一气 那么我们中医啊 我们没有研究 就是以研究这个药物 组成成分 哪个成分呢 起什么作用 而是以四气五味 有毒无毒 深降浮沉 这些理论 来针对 人的偏性 以这个药物的偏性 或者是食物的偏性 来纠正人体 就是产生 一种疾病 或者是疾病 胃病状态 亚健康状态 那么一种这个 偏胜偏酸 就是我们中医啊 是以寒热温凉 还有五味 来纠正 来对抗 疾病里面的偏生 偏酸 当然还要因实力道 还要因实力道 我们古人呢 对中医的史疗 就是古代中医史疗啊 有过很多的研究和论述 并且呢 有一些著作 有一些著作 比方说 最早的 关于实疗的东西啊 出现呢 大家记得吧 商含论里面 在商含论的第一方 是桂枝汤 桂枝汤 方后面有个 告诉你 这个桂枝汤 怎么样服用的时候呢 他就指出来了 他讲 这个服了桂枝汤以后 服已须余 就是服了这个药以后 一下子 一会儿 出热锡轴 一身 以助药力 那么 为什么要喝热锡轴 以助药力 那么这就是 隐形的一个 食疗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当然了 食疗可能也包括 饮食的 就是疾病的 银记 禁记 那么桂枝汤第一方 后面 他也指出来了 禁 僧 森林 年华 五星 九乐 秀物 等 他就提出了禁记的问题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古代圣贤啊 就已经设计到了 食疗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范范畴 到了唐代 藤代 有一个叫孟生的 一家 他是孙思淼的徒弟 但后来呢 跟孙思淼呢 也是齐名的 四大一家 他著作了一本什么书呢 叫做食疗本草 食疗本草 那么这个食疗本草啊 可以说是 我们国家 第一部关于 中医食疗的著作 也可能是 世界上 最早一本 有关食疗的 一本著作 这本著作呢 详细的 我就没办法去介绍 他特别重视 他特别重视啊 就是 因食 因地 因人 至于 食疗 还要 尽注意地区 南方 北方 那么食疗不同 还有呢 季节性 季节性 实际上 因食之疗一点 就有了 南方跟北方 夏天跟冬天的食疗 就不一样 刚才孙老师也谈到了 像这个老寒腿 特别是到了冬天 春天的时候呢 可能更加需要一些 温补 温阳的方法 那么这是第一部书 第二部书呢 就是到了元代 元代呢 有个 有个一家 叫做夫斯惠 夫斯惠 他写了一本书呢 叫做《隐善正样》 隐善正样 他就讨论了这些 食物里面的一些 含量 还是温热的属性 等等 谈了很多 就是根据食物的偏性 来 针对性地用这些食物 当然他也 他这个隐善正样呢 内容很广泛 但其中呢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专门谈了 饮料和食料 食物 饮料和食料 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去 了解一下这本书 第三本书呢 就是到了明代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 叫做朱素 朱素他没有政治上的野性 但是他在医药上呢 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大家知道呢 他写了著作组织编撰了《普济方》 但是《普济方》之外呢 他还写了一个《旧荒本草》 旧荒本草 他在当时在中原时期当关 他就收集到中原时期的 414种野生植物 那么就这些植物 在荒年可以用来冲击 那么在荒年呢 可以用来防病治病 也就是食料 那么后世的 关于食料方面的著作还很多 那么这三部书呢 如果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呢 原来是有意的 原来是有意的 我要谈到食料的话呢 具体的食料的话呢 我们知道 在《金贵药略》里面 有一首方祭 叫做什么方祭呢 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啊 它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富人篇 一个是在福满寒三 素食 埋政制 第十篇 他认为啊 就是 寒三 胡中痛 以及 邪痛 礼记者 当归生姜羊肉汤 骨质 然后呢 在富人产后病 埋政制 第二十 一篇里面 还有明确指出 产后 福中 绞痛 当归生姜羊肉汤 主治 病治 病治 福中 寒三 虚劳不足 可见 当归生姜羊肉汤 这首方计 就具有了温中补虚 驱寒止痛 温中散寒的功效 它其中 就是用了羊肉一斤 生姜 五两 当归三两 那么组成 它是药食的两用方 你说它是药方子 也可以说是药方子 你讲它是 这个石料方子 也可以讲是石料方子 那么知道了 当归这味药 是羊血活血 而生姜能够散寒止痛 而羊肉 孙老师也谈到了羊肉的问题 羊肉加上这个 鹿绒 那么羊肉是血肉有情之品 血肉有情 并且它能够羊血 补虚散寒 那么这三味药何用 就能够 起到什么作用 温中散寒 补虚 羊血的功效 临头上 对一些产后血虚的 出现头晕的 大便难的 或者是恶露不尽的 乳之不畅的 腹中冷痛的 调养最好 当然它还可以用作很多其他的方面 甚至消化系统 这个问题 妇女的其他疾病 像壁经 痛经 特别是产后外感风 这个方式 当归生姜羊肉它 也有很好的疗效 很好的疗效 当然了 究竟当归用多少 生姜用多少 也可以少用一点 现在一般讲 当归用30克 生姜用30克 羊肉用500克 搞在一起 就可以了 不需要当归和生姜 搞得太多 当然生姜本身 也是药食两用的 但当归一般来讲 还是个药 但是广东人 也是喜欢用当归来煲汤 那么有关古人的 就有这么多的论述 就是涉及到有些 有关食疗的事情 那么具体再讲的话 我们临床上 我们在看到 这个古书里面 还有一个鲤鱼汤 鲤鱼汤 就是鲤鱼啊 就是他用鲤鱼 加各种中药材 在一起包一个鲤鱼汤 那么我查了一下 我查了一下 古人里面 古书里面 有十多 十多布书里面 都有这个鲤鱼汤 但是他们卷的药 有所不同 他可能治疗那种 认神浮胀 浮水 有各种水肿 特别是 这个肾病的水肿 虚症的水肿 有人就讲 鲤鱼汤 可能主要治疗 蛋白质缺少 引起的浮肿 但实际上 根据我 根据考证这个方鸡 促成 当然蛋白质 营养缺乏性的水肿 它是肯定是很好的 当然鲤鱼汤也可以的 你用鲤鱼汤 用碗鱼汤代替 也可以的 甚至用黄豆打汤 也可以的 但是它可能还可以 用作为其他一些 沥水 沥湿的一些疾病 水肿 这是可以的 就临床上的食疗 我个人的一些 经常的体会的话呢 我曾经跟那个 鲤鱼汤交流过 就是治疗咳嗽的 就是 特别是新冠咳嗽 当然其他 风寒咳嗽 外感咳嗽 在后期 后期 这个咳嗽啊 出现 到了后期的话呢 出现干咳 干咳 少痰 干咳少痰 那么我们中阴里面呢 原来就有一个 桑性汤 治疗这种温灶 用桑性汤 桑性汤呢 它里面用了个什么东西呢 用了个梨皮 有个梨皮 那么扩展而年呢 梨皮可以用 梨可不可以用呢 就是雪梨 中国的雪梨 外国这种梨 像比利时这种梨 也是很好用的 那么 我们民间也经常会 有些人用 像咳嗽啊 少痰啊 咳嗽到最后啊 用一点那个 穿背 蹲雪梨 蹲雪梨 加点冰糖 效果会很好 我们知道 咳嗽的原因啊 可能因为呢 废气不悬 出现这种 毒 闷 咳不出来 但是也 废湿素酱 出现一种上腻 呕 咳 咳 不停 特别到了晚上 有些人到了晚上 白天不太咳嗽 到了晚上啊 站起来 站到这儿 不太咳嗽 一躺在床上 胸部啊 就满起来 感觉到胸 逼得很 逼得很 满起来 然后非得咳出来 不咳 并且呢 咳了以后呢 你躺下去 它还要咳 你非得要 每次要非得 要喝点水啊 才能吃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中医里面的 废湿素酱 那么这个咳嗽啊 我在临床上啊 这几年呢 摸出出来啊 一个新的食疗方法 就是用雪梨 加白萝卜 白萝卜啊 白萝卜这位 这位 这个蔬菜 我们是比较容易买的吧 特别是冬天下 秋冬天呢 白萝卜连皮 可以切切 就加雪梨 再一起蹲 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 就要考虑用这个 中药方子 可是要用止瘦散 加一些酱腻的药 再加点梨皮啊 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 如果 你就简单的 用食料的方法 你就是用雪梨 雪梨 这个 白萝卜 连皮 切成小块小块 给水蒸也好 你就放到水里面 煮也好 每天吃它两三次 对这个 肺湿 速降的咳嗽 效果 非常好 值得推荐 值得推荐 我在文章里面 写过一些 为什么有这个作用呢 我们知道呢 雪梨呢 它是能够润肺 它有点偏凉 润肺止咳 而 白萝卜呢 它是下气 消痰止咳的 它那个下气 肺是宣 肺是速降 它叫 让这个气啊 降气 降肺气 甚至它那个降 这个方法来 我经常现在在远程 帮助国内 的病人 最近有个病人 突然来 就是他 去年12月份 得了新冠 其他 当时候有发烧 什么东西 后来都好了 就是一个咳嗽 八个多元 没办法好 我给他 就是推荐了这个 雪梨 加上 这个 萝卜 当然如果 废气不宣的话呢 你还可以加点 那个橘子皮 如果实在不行 你可以加点苦杏仁 苦杏仁呢 它既能够宣 也能够降 效果也很好 当然呢 他还给了他几包中药 就是一支受散 效果是不错的 那么 我的介绍呢 先到这里吧 看看大家的意见 总的来讲的话呢 中医的实料的内容的话呢 是非常的 那个 丰富多彩 内容也很多 古书也很多 觉得大家 花点心思 去研究 有时候临床上 这个 开房子 你不如让他 他更容易接受 也容易 这个 起的效果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纵斌教授 非常精彩 我们两位嘉宾都介绍了各自的经验 非常好 孙教授谈到了 羊肉 鹿绒糖 杜仲 牛骨糖 接下来呢 王教授又谈到了 单规羊肉 生姜糖 鲤鱼糖 治疗水肿 川贝冰糖 雪梨糖 还有雪梨白萝卜糖 治疗一些咳嗽 润肺灶 肺灶咳嗽 都是非常宝贵的 他们自己的临床经验 我们对大家很有启发 很有借鉴 接下来呢 我也要介绍一点 我的经验 给大家贡献一点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食疗 确实能够治疗很多病 我在Midsex大学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个Midsex大学 曾经开设了 给中医专业的学生 开设了食疗这个课 我在里面担任了一部分 这个食疗课的一些教学 给他们做了两个讲座 一部分的内容就是 中医食疗对于代谢综合征的 一个应用 另外一个部分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 脾胃病当中的应用 大家知道代谢综合征 主要就是我们讲 就是三高啊 三高加一胖 肥胖 三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肥胖 如果这四个凑齐了 那么就可以 诊断他代谢综合征 我们讲Metabolic Syndrome 那么 这个很普遍 第一呢 要吃很多药啊 这个降血糖药 降血脂药 还有降压药 吃了一大堆副作用 哪个都停不下来 那么我们给他吃中药呢 也很难就是常年熬中药 也不太现实 后来呢 我就觉得 很多如果不是很重啊 都是轻度的啊 就是在那个临界值啊 血压也好 血脂也好 都在临界值 我们可以把它 用食疗的方法 有些东西是可以啊 一个方法呢 就是 我经常给患者 指导患者用的就是这个 枸杞菊花茶 枸杞子 菊花 很简单 每天他 你少不了 要喝咖啡了 喝茶了 说 你就把你的咖啡和茶 换成这个菊花茶 加枸杞子 泡一下 每天喝个一杯两杯 这个你对于这个 代谢中和症 不管是对血压 血脂 血肠啊 都有好处 而且这个菊花 还一个有明目的作用 是吧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 这个看屏幕 看的多 视力不好 或者菊花茶 还有这样一个作用 枸杞菊花茶 另外一个呢 还有其他的很多 比方说 这个下枯草 降压茶 就是用点下枯草 用点车前草 然后呢 泡茶 大家知道车前草 是利尿 下枯草是瓶干的 瓶干羊 它是能降压的 国内已经有人 把它做成倒入泡茶 就是下枯草 降压茶 你这个西医 治疗高血压 它也用利尿剂 利尿剂本身 就是一个降高血压 只有我们中医 也是一曲同工吧 用一点 测前草 测前草利尿剂效果 不亚于西医的利尿剂 那么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么血脂膏呢 可以用这个 三渣绝明汤 用绝明子 炒绝明 绝明子也叫炒绝明 不是石绝明 绝明子 再加一点这个三渣 大家知道三渣 折蟹这些药 都是有很好的 降血脂的作用 所以一些轻度的高血脂 不一定非得用它定类 那么一样也是有很好的了效 对于糖尿病 我经常喜欢用的呢 就是玉米须 给患者呢 就是一味玉米须 熬 不用熬 熬的时候 也就熬一两分钟 也可以 更好熬一两分钟 不熬的话 直接泡水喝也行 那么这个玉米须的 降血糖的作用 已经被科学研究所证实 我曾经在这个阿根廷 有一个国际会议上 专门报道这个 就是讲这个玉米须的 这个降血糖的这种研究 那么他是 他有研究说 他的这个玉米须的作用 相当于2.5个毫克的隔离本质 就是跟西药的降糖药比较 就相当于这样一个 但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玉米须还能够沥尿 还能够保干 这个玉米须的作用就 就非常好了 还能够防癌 当然最主要的是降血糖 所以玉米须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对于糖尿病 一个辅助治疗吧 当然你血糖特别高 你不可能指望它了 但是你轻度的血糖高 这可以的 控制一下饮食了 当然控制饮食 再加上点玉米须 对于轻度的高血糖 也能够控制 还有呢 就是我的老师邓老 他曾经他有一个方 对于高血压效果不好 效果非常好 是这个失了的 叫红丝馅瘦肉粥 红丝馅呢 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过啊 它是一个草药 广东领南草药 就叫红丝馅 用它来包猪肉 包瘦肉 这样去呀 这是邓老的一个经验 那么红丝馅 可能不是很好弄 在广东有卖的做成那种成品 所以也可以对于高血压的患者 也可以试 所以在早期的高血压 也能够通过食疗 当然还有单身绿茶也 单身泡绿茶 所以对于这个代谢综合征啊 有一系列的这个饲料的厨房 具体怎么做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详细展开谈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而且这个剂量也不是很重要 那个那些药呢 你像枸杞子啊玉米须啊 你多一点少一点的 它都很安全 非常安全 所以你就我们都不需要就抓一把枸杞子 抓一抓抓一小把这个菊花 就泡出去 不需要乘凉的 很安全 安全有效 对于脾胃系统的病 这也是中医食疗的一个比较强的强项吧 所以呢 比方说这个一些莲子啊 玉米啊 用来健脾的啊 经常有些腐蟹 慢性腐蟹啊 用一点茯苓啊 茯苓三药粥 茯苓三药粥 其实北京有个特产叫茯苓甲饼 那就是中医的一个食疗的一个 做成点心了 对吧 还有一些包粥的时候 做点莲子玉米啊 还有一些腐蟹的时候 用点荷叶石榴粥啊 对于这个消化系统的病啊 也是有很好的疗效 莲子玉米 淮山 扁豆啊 这些都是健脾益气的 而且味道都很好 还有一个呢 说到一个就是炖汤啊 就是有一个叫花椒猪肚汤 就是用猪肚 我们这有卖的 伦敦都有的卖的 唐人家是中国超市里有卖猪肚的啊 冻掉了当然是啊 就是买一个猪肚回来 然后加上花椒啊 当然你也可以加一些啊 其他的一些啊 姜啦 这样的一些温热的药 花椒猪肚汤 对于一些慢性胃病啊 胃痛啊 那么中医呢 也不算中医吧 就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 叫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啊 吃 但这个呢 我是不 我是不同意的啊 我这个完全是 有时候你是吃肝就补肝 吃肾就补肾啊 no 那么我们那有些是不科学的啊 但是吃胃 的确是可以补胃 那肝肾一些动物的内脏呢 是 包括大肠里面是高档无存的啊 我们不提倡它吃 而且肝脏是个解毒的器官 肾脏也是个也是一个滤尿 过滤这个尿的一个器官 所以应该是不健康 我不主张吃这些 洋人是不吃这个动物的内脏 基本上不吃 所以呢 我不主张这些 但是胃 这个猪的这个脉胃 不管是西人也好 还是中国人也好 都不排斥 那个胃粘膜里面 它确实有一些 处计消化的一些酶 对于慢性胃病啊 吃这个胃是可以吃的 别的内脏呢 我是不提倡 所以这个 关于食疗呢 一些我的体会 就是在于 代谢综合症 就是所谓的三高 还有呢就是 体胃系统的疾病 是我们 食疗的强项 也是我有一些体会 我也经常给病人推荐 我们给病人推荐食疗的厨房呢 首先呢就是说 一个是这个味道不能太差 苦了的话 那个就没法当饭吃了 把那个 本来那个人很好的肉 都吃不下去了 浪费了 这味道不差 而且呢 甚至让它更好 你比如说广东人 经常用这个五子毛桃 来煲汤 五子毛桃 也叫五爪龙嘛 邓老师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药 那么用它来煲汤 煲出来的汤 味道是非常鲜美 所以呢 这样是一个味道 不能太差 再一个呢 就是要 这个方便 一行 另外一个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辩证 刚才这个 王教授讲的 也是非常好 我们要是 你看他这个咳嗽 这个慢性咳嗽 它是什么病 如果是肺躁的咳嗽 我们就要给他用一些 杀身啊 杀身麦冬啊 玉竹啊 是吧 这些润肺的 包括这个梨皮啊 润肺 养肺 百合啊 是吧 就这样的 那么有的人偏寒的 体脂偏寒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羊肉啊 什么姜啦 大料 花椒 这些都是温热的 肉桂 那个桂皮就是肉桂 肉桂它就是温羊的 所以根据人的体脂 是一个阴性的体脂 还是 我们老百姓讲 是一个寒性体脂 还是热性的体脂 那么 分别选用 不同类型的这种食疗的这个 素材 来指导病人 所以病人在问我们啊 大夫啊 我这个食和食 这个食不食和我的 我包汤加了这个食不食和这个 你就要根据他的这个体脂 来给予他的这个建议 这是我有一点体会啊 看看两位嘉宾 还有什么补充的 挺好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中斌 我们在场的 各位啊 同道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疑问啊 可以在这里提出来 有什么需要跟我们一起探讨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来 OK 打开麦克风 刚才那个就是 北京谈到了一个 谈到了一个动物内脏的问题 动物内脏的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古代来就蛮重视的 你像那个石料本草里面呢 他当时我在这个书里面就写出来了 明确指出了动物脏器的一些石料功效 当然这个值得探讨 比如说他讲那个牛肝 能够制粒 牛肚能够制掉 肚子消渴 羊肚呢 可以组织胃病虚汗 羊肝性呢 是肝风虚神 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方子 叫做羊肝丸 是吧 羊肝丸 所以的话呢 这个动物内脏的话呢 在我们中医里面的用呢 还是用的 有一些用处的 不过呢 这个吃什么补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 要有进一步的研究 论证 我们才能够说这个话 说这个话 现在呢 这个我们中医的石料啊 要注意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里 欧洲临床上呢 我们碰到了 特别遇到广东人 很多人经常到我们这里 买点什么 福林呢 买点那个芊石啊 他讲要去世 广东人呢 买一大堆药材啊 他们就包汤 刚才两位都谈的了 包几个小时的包汤 那那个有什么问题呢 他包一种汤 全家都喝 全家都喝 那就出问题 全家有些人喝了以后蛮好 但有些人喝了以后啊 就是脸上长很多痘痘 很燥热 说明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都适合 这个喝同一种汤 这个我们作为中医来讲的话 我们要有这个原则 就是别人问我们 我们可以喝啊 你可以喝一点 但是呢 每个人 一个家庭里面包 一个家里有五个人六个人 多喝一种汤 特别是药汤 还有药的汤 那么这就有一个药物的偏性的问题 含热温良的问题 跟体质 跟自己本身的体质 含热温良 是不是适合的问题 内经里面就讲了嘛 要气味和而扶植 以补精益气 那么你那个气味不和就不行 还有的就是要把握这个量 你像有些人的话 觉得好喝 就天天喝 天天喝 天天喝 或者是每个礼拜都喝两次 每个礼拜都喝两次 那么这也是有问题的 我曾经我自己啊 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呢 有些红枣 这里有些红枣 这个大红枣 很好吃的 我每天吃几个 每天吃几个 后来就发现有问题 红枣这个药 尽管不是很热 但还是偏温一点 所以以后这个牙齿啊 所以牙齿就是痛 然后就发现牙齿会松动 哎呦 我讲这个吃多了 我赶快就停止 停止吃 吃了一点少量的那个黄莲上清完以后来 慢慢恢复 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的药 毕竟是药 这些药 都有它的寒热温量的不同 是不是适合自己 这首先要明确 我们中医给人家建议的时候来就一定要根据 刚才讲的辩证论治的原则 辩证 这个用善 辩证的用食疗的方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 当他自己用的我们我们可以到时给他纠正 但是如果在我们那里没问题 你们全家都可以喝 每天每个礼拜喝两次可以 那么就可以我们出现我们医生的这个对这个辩证论治 辩证用汤这个这个积累啊不够掌握 所以这点呢要注意大家来 注意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来 就是一种汤 不适合全家每个成员都喝 另外一个呢 某一种汤其实好 也不能够多喝 常喝 过瓶的喝 我补充这一点 我看那个有位那个女士在举手 举手是要自己表达问题 好请讲 各位老师好 对那个谢谢 谢谢您您各位的分享 我有几个问题分别涉及到三位老师刚才的讲座 那第一个问题呢涉及到就是 玉米须可以用来作为糖尿病降血糖的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平时 买的这种玉米 那么我们把叶子剥开之后 把那个玉米须自己留着 就用它来直接泡水就可以吗 是可以的 但是 是不要把它晒干吗 还是 晒干的当然更好了 你要从长远的保存来说是要晒干 但是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这边的玉米 首先 你要买很多玉米才能攒勾那么多须是吧 所以那个你要也不太现实 所以你可以玉米须我们中药店里都有的 我们很多中药店里有的 你找到中药店它们它都已经是晒干的那种都有的 很多中药店都是有的 你如果自己去买要买很多玉米才能 一个玉米它就那一点点须 你不够你一包那个量是不够的 所以的话可以到中药店去买 当然你如果有刚好买到玉米 这个玉米又是有虚 那么你可以连着玉米 玉米也炖了 连着虚也一起炖 吃玉米 那玉米虚是不是也有这个去湿的这个 对啊有啊 它有消肿的是吧 粒水消肿 粒水消肿饱干 好的好的 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刚才那个 王老师讲的这个就是一种汤 它不一定适合一个全家人 比如说刚才孙老师提到的这个牛骨加肚中 然后以及后来孙老师提的这个羊肉加当归加生姜 这两个呢比如说家里说大人喝 临通着比如说男孩七八岁的男孩 当然这个不是说再有比如说腰筋盘突出啊 有这个就是各种这个这种病的这个前提下的话呢 我们不会多喝 但是大人和小孩子是可以比如说晚餐的时候一起喝的是吧 因为他这个像肚中和当归他并不是说药效那么强了 他是属于温的这种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少量喝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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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是六七岁孩子啊 就尤其小男孩 对 这个我是儿科医生 所以那这个我可以就是说就是男孩就是怎么养呢 养男孩要冻子养 那女孩要保温男孩要冻子 怎么叫冻子养就是男孩屁股三把火 就是男孩是很热的啊 他怕他怕捂 你要用捂他就发烧 所以男孩你要是补大了他会发烧 他会发烧的啊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六七岁孩子喝这种补汤 因为你这补汤呢 你看你补汤你看你用什么 你要如果给治病 我讲的是因为治寒性病 对您讲的是治病 所以你这么治 但是呢你要是小男孩啥病都没有 你用这么补的一个热性药是不好的 那你放啥呢 放白萝卜 白萝卜属于清热的 那么你就是说 对你放白萝卜 白萝卜牛骨汤 你放了一点杜众 小孩喝一小碗可以 他可以吃这个牛骨 明白明白 但是呢 那个单纯的喝汤 完了你还没放白萝卜 尽量还是不 尽量不要喝 因为还是热 小男孩 小女孩喝点可以 可以喝点 但小男孩 喝他过热吧 这个男孩 因为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火性 就是阳性身体 然后呢 你再补羊 他过阳了 他就病了 你看他是发烧 你补羊他之后呢 他是发烧 发烧呢 你这个 你还得清热 这个事情还真得小心一点 好 这个话题就是这样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终于讲 虚则补之 实则谢之 所以不虚 有的人这个吃这个人身认为很好 就补 结果也是给年轻人 teenage 那么吃多了他流鼻血 上火 喉咙痛到流鼻血 这都有 所以一定要变清寒热虚实 那么我们除了寒热 还有变清虚实 不虚的话 也不能太补 还有就是鹿绒的问题 还有就是鹿绒的问题 是我知道的 有些人在发育的时候 给小孩子吃点鹿绒 这个是千万 第一个量要把握 另外一个 也确确实实的 这个体质要注意好 鹿绒 刚才孙老师讲了 他是比较温的 他能够补一斤髓的 补金血 一斤血的 补肾羊 一斤血的 但是他偏 可能有点偏躁 偏躁了就会耗伤 如果不对症 耗伤金血 如果这个体质 偏怎么样 偏殷虚 偏阳抗 那么这个药 就不能乱用的 有些人吃到这个 后来几十年 都是一种非常消瘦的 虚雷的一种状态 对我们是见过的 一个是不能多吃 每天 每一次 我们 正主张 就是像 专门吃这个补体的话 一克两克 然后一个星期 吃个一次 再补体 当然他那个治病 刚才讲那个是治病 治疗那个老寒腿 做过神经痛 那是医疗上的用途 跟你说 如果是食疗的话 一定要结合这个人的体质如何 如果不要换虚实实实之间 如果是寒体 你不能用寒的方法 寒凉的药 如果是热体 你不能用热性的药 你也是学医的吧 虚实实实是听得懂的 对那个 我来这个讲 是因为之前有幸呢 我们那唐老师来阿姆斯特丹的神州 讲过课 对 然后所以我才知道您的这个今晚的讲座 对 对 但是老师学生多 对 我就 我就没有提 对 好 好 谢谢你的参与 刚刚这个王教授补充的也非常好 我们确实要注意辩证 我们今天在这里介绍了好几个方 我们每个人都介绍了一些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呢 在临床上选用的时候呢 最好呢 还是要咨询你身边的中医 看看你的体脂适不适合 至少要看看舌头啊 问问一些你的体脂 如果你实在是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几位 联系我和另外两位嘉宾 跟我们取得联系 打个电话 问一问 看看是不是适合你啊 不要盲目的这样一味的就回去就吃啊 但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过程当中呢 也都把适应证都说的比较清楚 就是掌握一个辩证 辩证的原则啊 既要分清寒热 还要分清虚实 还要看各自的年龄段啊 还有他的体脂 是要什么样的体脂啊 还有性别啊 那这些呢都可以考虑啊 都要加以考虑 我希望呢 今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能给大家呢 带来一些收益啊 对于我们的临床医生啊 提到一个参考啊 对于我们的一些患者啊 也能够给出很好的借鉴 在这里呢 我再一次感谢 孙颖教授和王中平教授 两位嘉宾的光临啊 看看大家其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补充一句啊 就是 食疗的食品啊 食疗的范围呢 是很广的 按理说的食疗的食品呢 它是具有治疗作用的食品 它跟普通的膳食呢 有共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 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烹饪的方法 进行加工处理 它要符合食品的要求 并且具有色香味形 但是食疗的食品呢 又不等同于普通膳食 因为它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有目的地选择某些食品 通过一定的搭配和喷尽 达到防治疾病 或者是强生建立的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更多的谈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 就是药食 两用的一些东西 它既可以作为药用 也可以作食用的 但实际上食疗里面还要包括很多 就是包括普通的食物 那么根据它的偏信 来临床上加以运用 加以运用来达到一种防病健身的目的 因为我们现在药食同源 有时候药食同源 像那个艺人 怀山 嵌食 这些都是既可以药用 还有像扁斗 这些既可以药用 也可以食用的东西 你想它是药材 没有问题 像它的食品 也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 更多的是一些药用的东西 偏多了 偏多一点药用的东西 是吧 没错 非常好 对 实际上 很多在 你像在广东 很多人家里面 厨房里面 都有很多 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 不一定 就全国 我们华人当中 家里随家都有一点 什么花椒大料 是吧 这都是 也是中药 肉桂 是吧 肉桂 就是桂皮 是吧 还有的人家里面有草豆蔻 草豆蔻 这些去世的药 肉桂 也有 肉桂 这些都是 它也是食品 厨房里面经常用 煲汤里面也可以用 那么 至于菊花 很多家里面都有 菊花 狗旗子 对 很多 老百姓家里面 都有这些东西 大枣 都不用说了 大枣 生姜 你说它是食品 还是药品 在商汉论里面 张仲景的方子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重景的方 就是姜枣为饮 对吧 就是生姜大枣 很多药都是生姜大枣 所以它既是食品 也是药品 看看其他各位 下面有个 徐燕吧 徐燕吧 是我 首先非常荣幸 谢新宇 非常荣幸 今天晚上能够听到 几位教授的这么好的讲解 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刚才 唐教授你也提到 就是广东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经常煲汤 因为我从十岁多 就一直住在广州深圳 然后就是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但是后来我印象 从非典那个时候 我就煲汤就少了 因为非典那个时候 全中国最 最严重的就是香港 深圳广州 但这三个地方的人 是经常煲汤的 然后我姐姐 在广州 然后我们在深圳 然后我大姐是在东北 然后呢 我知道当时东北就是 受就是影响就稍微少很多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广东人 特别是广州深圳香港 这三个地方的人 一直都煲汤 但是这个 却这么容易 就是受这个 就是体质会相对挺差的 但是北方没有怎么这么煲汤 也没包这么久 反而体质是好的 我就一直有这个困惑 然后今天 透过三位教授分享了 我就 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这个问题 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所以请教 请您的训练一下 我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看看可不可以解释 我在广东16年 我对广东 我在老家是东北 所以东北 西北 广东 我都带过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能 归结于煲汤 就通过非典这个事情 非典这个事情 这个 他的这个病因是SARS SARS病毒 SARS病毒 那么他感染的和这个 当然和人体的免疫力有关 但是呢 这病原体 这病原体 那广东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野生动物吃得多 是吧 火子里 对啊 后来被证实是个果子里 当然这是不是能够 确切的 还不能 还有争论 但认为是果子里 那是跟吃也那么有关 首先这个病原体 进来了 但是从煲汤 这个角度来说呢 是个好习惯 但是当然你如果 变得得当 那么是一个 很好的习惯 你就从 我们国人的 平均寿命 各个省 我看过一个资料 各个省人的平均寿命 广东人的平均寿命是很长的 最长的是香港 就是香港人 他的生活习惯跟广东差不多 他们也愿意包汤 所以结果他们的平均寿命是高于我们其他省份 并不是说这包汤让他免疫力反而不好 其实是很好的 很有余健康 所以由于他们不停的养生 你现在在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下那么热啊那么湿的情况下 他还能够保持人均寿命达到最高 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包汤这个习惯是有关的 除了包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凉茶 凉茶也是实料 广东也好香港也好 他们都是中意饮凉茶 所以你看这个王老吉 黄震楼凉茶 这不都是南方出来的 还有我的老师有一个邓老凉茶 那么这些凉茶都是一些中药 其实也是实料 你在那个气节 在那个气候环境下 你不吃凉茶会饮凉茶的话 会生病 有的人就小孩子就起皮疹 起湿疹 那你吃了凉茶就没事 所以就一方水土一方人 这就是这个 这也是跟实料有关的 这可能是属于 这可能是指一般规律 一般的人 广东那边的人 喝一点这个凉茶 喝一点的包汤 是好的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 有些人的体质 他实际上 也就是在广东 就是广东人 他也并不适合 对 因为他不是专业嘛 但是百姓 他没有专业人 甚至指导 有的时候可能 那个不对他那个证 也有一些不当的那种 那种结果 也可能有 但是所以我建议 最好是咨询一下 到找中医咨询一下 这样的话会更适合 寒热温凉先搞清楚 大概的方向搞清楚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同学 这个提出来这个问题 实际是广东出现这个SARS 其实就像南京 感染病是在那个地点发生的 所以他爆发那个流传 所以就跟煲汤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像那个 我认识一个在海南工作的 海南也是很热的地方 他呢 就是海南也不太煲汤 海南好像没有煲汤的习惯 但是海南的生活 你有海南的习惯 但是他呢 得了这个 这个 得了一种啥病呢 就是 就是追剑潘图书 这个追剑潘图书 在海南 整个海南省治不了 治不了 是2020年我回国 我直接 飞到海南 到了海南 给他治完病之后 从海南飞到 飞回长水 他就是咋呢 就是风事 就是风事 我问了一下 他的病因 他就是说 他刚一到海南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没有空调 他说生活条件 就是八几年 他说生活条件 没那么好 他就说 因为那时候条件差 就用电风扇 就直接吹 他出汗 受不了 吹完之后呢 最见面子 从此以后 他就说 治不好了 他要是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卧床 腿根本就动不了 下不了地 就不能到地 就是他 而且是什么时候 犯呢 就是最热的时候 犯 一到夏天 他就犯 他实际是 五月份之后 他就开始犯 我呢 就是那年 就是五月份去的 给他治 我就按照风事 给他治 他吃完了 五副药 他说 这腰直起来 他说 看来你说 这风事对了 我治这么长时间 他说这个细医呢 整天让他手术 他就没赶手术 这个中医呢 也给他开了挺多药 也吃 好好坏坏 他说 你这个药 效果好 我就给他吃的 啥 我就有个 椎间盘突出的 这个药方 实际这药方 主要是 补羊去风湿 补羊去风湿 效果非常好 但是这个方子太大 当时我就 给他个方 我自己去抓药 吃 我说你得连续吃 你不能吃 吃停 你吃 因为你这病 这么长时间了 当时他是八几年去 你想到 2020年都已经十几年了 他好像是 当时说是15年了 我说你 你就十几年的病 你一天两天 治不好 我说你最起码 连续吃三周药 三周 两周之后 见效 你继续吃 不见效 你停药 换药 他喝了两周 他说见效 我说那你就继续吃吧 吃了一个月 药直起来了 他说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 那什么吧 你就把药停了 我给你减 就把药减下来 因为那个 那个药量太大 我就给你减量 减量 根据症状啊 它也时不时 你还去 去热 因为这个热性药多一点 去热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得病呢 就是要是流行病 或者传染病呢 跟这个 就是平时的营养啊 就 不是很 很那个 有直接关系 因为传染病 病毒 病毒来了 你有多 多好的营养 它病毒来了 你也抵抗不了 尤其这些 新型病毒啊 确实是 就是 挺难抵抗的 啊 这个 就是 地方病呢 你就像 那个 广东 煲煲汤 他煲汤 为什么 他们习惯煲汤 他就根据 他的气候 和环境 他是 潮湿 闷热 他们的汤呢 是 去暑汤 啊 我们煲的汤呢 是要 去寒的汤 所以 其实跟广东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因为你东北 东北你不热 你去啥热呀 夏天就那么几天 过去了 你 热天少 冷天多 所以呢 去寒 去寒 善于去寒 这个南方呢 善于去热 所以用 你看南方用温病 北方用伤寒 就是伤寒论 在北方常用 但是在南方 用温病论 方的多 南北方就有上寒论 所以这个跟那个气候有关系 啊 我就补充这么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不过刚才 这个谢新宇 意思呢 他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来 也要引起我们中医 就是搞中医食疗的时候来 也要加以注意 啊 就是中医食疗用得好 它是强身健体 对身体是有益的 如果中医食疗 选药 选择食品 选药的时候 如果不当的情况下 可能也会改变人的基本体质 这是也是可能的 因为食疗它也是有四气五味 也有偏性的 是吧 这个问题也是提醒我们 其实实际上一直在谈论 就是比方说一个汤 并不适合全家人 所有的人喝 一个汤也不能够老喝老喝 因为就怕这个食疗里面的成分呢 食疗里面的药性呢 会跟人体的体质啊 产生一种这个作用 那么改变这个体质 这也是有这个可人的 当然了 食疗如果你就选用这个食品 食物的话呢 一般是没有很大问题的 但是刚才谢医生的提醒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搞食疗的时候呢 也要适当地 进一步地 就是加以辩证实善 这就是隐善隐善 辩证实善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各位的参与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已经 一小时三十多分钟了 那么 我们本期呢就到这里 我们 以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 再交流 也欢迎 我们参加我们每月一期的英伦心灵异化 我们下个月呢 我们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这个 唐会长呢 他会制作成这个视频 上传那个YouTube和那个B站 这个点的话呢 所以的话呢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节目 这个心灵异化呢 会有后续的那个 可以回放的东西 是吧 可以先下再反复看 OK 好 多谢 谢谢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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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